永泰公主墓中出土文物一千三百多件 有石、陶、金、玉、铜、铁、锡器 不乏精品 但更令人瞩目的是墓质和壁画 墓质长、宽、均为1.19米、厚0.25米 墓质盖有大唐故永泰公主致名九字 致文中说明了五颜姬先于永泰去世 而永泰公主去世的原因并非死于武则天杖沙 而是死于南产 对于永泰公主骨盒进行检验后发现 她的骨盆确实比常人要小 因此死于南产也是可能的 永泰公主墓的壁画布满了整座墓内 墓道东西壁会青龙白虎 六祖仪仗队等 前是东西壁会宫律图 后是顶部会天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永泰公主墓中最负盛名的是前世东壁的宫律图 宫律图 古人都是云并高耸,发际上不失精粹首饰,也不戴耳环,是开元年间以前的典型装束。 宫女上着小袖罗如,下穿将裙,长裙叶地,脚穿昂头重旅,手中各持玉盘,竹台,石河,团扇,如意等,象征着宫主宫内分管各项工作的宫女。 画中的九个宫女神态安详自若,各有不同表情,刻画得精细入围,极为生动。 所有的线条都是用精挺力索的手法,明快地一挥而就。 这种画风实为我国壁画艺术中罕见的真品。 郡喜丝 郡喜丢